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把我看成是掌上明珠 我从来都是别的小朋友的羡慕对象 我哭着扑进妈妈的怀里 妈妈也哭了 她紧紧地抱着我 小叔 不管怎么样 妈妈一定会保护你的 我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身子 渴望得到一丝丝温暖 晚上 妈妈出去给我们俩买生活用品 我独自一个人在卧室的床上听音乐 我回想到那几天 家里每天都还有人来 声音很很大 隐约地会听到一些还钱 拿房子抵债的字眼 后来我问妈妈是什么人来 妈妈却安慰我说是找错门了 原来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苗头了 只是我没发现而已 也难怪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次被陌生人尾随 然后绑架的经历 在被绑架的密室里 那个男人一直拿着强光刺我的眼睛 还逼着我吃下一些奇怪的药物 后来我被救了回来 但是视力却变得很弱 白天在户外自然光下 看东西会很模糊 如果是阴天 即便是室内开灯 也看不清楚 医生说 我的眼睛只能感知自然光 却不能感知灯光 绑架的事情之后 爸爸妈妈都很疼惜我 对我更加细心地照顾 我们一家三口是最幸福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很晚了 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我有些担心 正想去摸手机 给妈妈打电话 却听见手机的震动 我下意识地接起了电话 放在了耳边 这是我的习惯 因为视力的问题 我每次都是等着对方开口 而电话的那边 却传来了爸爸的声音 小叔 你妈妈要害死你片保险金 你快点跑 什么 我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爸爸为什么会这么说 电话那边 爸爸的语气十分的急切 我刚出差回来 就发现了 你妈妈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打他电话打不通 从他同事那里得知 他前阵子学人家理财 赔了两百万 为了还钱借了高利贷 现在高利贷追债上门 他没办法了 居然去保险公司 修改了保单的受益人 我听着爸爸的话 很震惊 可是妈妈跟我说 是你炒股赔了钱 你想害死我片保险金 所以妈妈才带我躲起来的 电话那边 传来爸爸焦急的声音 小叔 爸爸什么时候炒过股 爸爸名下 还有两处叠拼别墅 爸爸怎么会没钱 我一下子愣住了 是啊 爸爸经营着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家的生活条件 一直很好 怎么会为了这几百万 来害死我呢 难道 妈妈才是骗我的人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手机那边 爸爸的声音又继续传来 小叔 你一定要相信爸爸 你把地址告诉爸爸 爸爸晚上就去接你 我张了张嘴 下意识地想说地址 可是正在这时 楼下传来一阵开门的声音 是妈妈回来了 小叔 妈妈回来了 爸爸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他语气更加着急 小叔 爸爸已经定位了你的位置 马上就去找你 挂了电话 我摸索着删掉了通话记录 不知道为何 我现在不信任妈妈了 我刚把手机放好 卧室的门就被妈妈推开了 他笑着看着我 小叔 你没睡吗 刚才怎么不回答妈妈呢 妈妈笑着 可是他的笑容 有些奇怪 以前的我 晚上是如同一个瞎子 一般什么也看不见的 最近我一直都在 吃韧式的医生 开给我的药 所以晚上只要是光线好的地方 我也已经能看清楚一点了 这个喜悦 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分享 就已经被妈妈带到了这里来 妈妈一步步地走上前来 才看见了我的耳机 她如是重负一般 松了一口气 伸手帮我摘下了耳机 我吓了一跳 妈妈 是你吗 妈妈上前来抱住了我的身子 小叔 是妈妈 妈妈刚从市区搭车回来 买了足够咱们一个月的生活物资 我被妈妈抱在了怀里 却闻到了 她身上那一丝 若有似无的香水味 妈妈只是去买个生活物资而已 为什么要喷香水 最让我奇怪的是 妈妈进我的房间之前 应该是换了衣服的 因为此时的香水味 来源于她的头发 妈妈明显是为了害怕 我闻到香水味 特地换了衣服的 她为什么要害怕 被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 她在心虚什么 正在这时 我忽然想到刚才爸爸跟我说的话 妈妈想害死我骗保险金 我的身子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妈妈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反应 连忙关心地问我 小叔 你怎么了 是冷吗 说着 去给我拿了外套来踢上 我摇摇头 有些害羞到 妈妈 我想去厕所 妈妈笑了 快去吧 妈妈去整理一下 今天买回来的东西 妈妈扶着我去了厕所 我关上了门 在门要被关上的一瞬间 我隐隐地看见了 妈妈的手挡在了中间 我心中一惊 还是按照之前的动作一样 撩起裙子来 坐在了马桶上 眼神湿神地 盯着面前的瓷砖 但是眼角的余光里 我知道 妈妈就站在厕所的门口盯着我 我的视力刚恢复了两三天 自己从没注意过 妈妈一样的动作 如今 爸爸的那个电话之后 我开始怀疑妈妈了 没想到 妈妈真的在监视着我 如果她只是带我来这里 避开爸爸的迫害 为什么要监视我上厕所 难道 她已经知道了 我视力恢复的事情 我强装着镇定 在妈妈的注视下上完了厕所 虽然心理防线几乎要崩溃了 可是我知道 现在绝对不能暴露自己 我冲了马桶的水 正要摸索着往外走 却看见妈妈拿起了旁边洗手台上的洗手液 挤在了地上 那是我出去卫生间的必经之地 妈妈这是在干什么 她想摔死我 还是她真的察觉到我已经恢复实力了 我慢慢地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喊着 妈妈 你在哪 妈妈就靠着墙站在那 却不回答我 我知道 妈妈是故意的了 她想试探我 我强撑着内心的害怕 摸着墙壁 一点点地往前走 啊 踩着洗手液 我根本站不稳身子 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好痛 妈妈这才不慌不忙地 直起了身子来 假装是从外面跑进来一样 把我扶了起来 小叔 你怎么了 我听着妈妈关切的声音 心中却一阵阵地害怕 她是怎么做到的 就这样睁着眼睛说下话 明明是她害我摔倒 却还要再来假惺惺地问我怎么了 那语气和平时的妈妈一模一样 难道说 以前我瞎眼的那么多年 很多次的意外摔倒 都是妈妈亲眼看着的吗 回想起以前很多次莫名其妙的摔倒 碰伤 记错路线 很有可能这些都是有人故意为之 我细思极恐 妈妈扶着我坐在了床上 拿着拖把去拖地 忽然问道 小叔 今天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我下意识地心中紧张了起来 摇了摇头 没有 眼角余光 却看见妈妈正拿着我的手机翻看 那怎么手机的电量不对呢 我走的时候还有80% 现在只剩下75%了 我忽然有些紧张 大脑飞快地运转着 可能是因为听歌吧 妈妈直接把手机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小叔的手机也老了 等妈妈过几天给你选一个新的手机 我眼睁睁地看着 却无能为力 好在 这时候我想到了爸爸说的话 他已经定位了我的位置 很快就来了 正在这时 外面传来敲门的声音 我吓了一跳 妈妈也有些惊讶 她急忙扔下拖把下了楼 我害怕妈妈发疯起来 会对爸爸不利 便也摸索着下了楼 妈妈到了门口 沉声道 谁 外面果真传来爸爸的声音 小叔 小叔快给爸爸开门 妈妈猛地转头看向我 那眼神像是要吃人一般 小叔 你和你爸爸通风报信了 我有些害怕 连连后退 直到身子紧紧地贴在墙壁上 退无可退 妈妈的脸色 是我从未见过的可怕 她一步步地走上前来 小叔 妈妈是为了保护你 你却误会妈妈 把这里的地址告诉爸爸 你知不知道 爸爸会杀了我们俩的 我们俩 我很害怕地摇摇头 妈妈 爸爸说她没有欠高利贷 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 妈妈很生气地看着我 家里的公司都被她赔光了 我拿着的是仅剩下的钱 小叔 你为什么不信妈妈 门外 传来爸爸疯狂拍打门的声音 小叔 你不要相信你妈那个疯女人 我手上有你的保险单 上面受益者的名字是你妈妈 你不信就过来看 我把保险单从门缝底下塞进去 我盯着门口 那门底下的缝隙里 出现了一张白色的保险单 我看见了那张保险单 妈妈也看见了 妈妈的动作明显更快 想要去拿走地上的保险单 可是我距离更近一些 我稍微一蹲下 就够到了那一张保险单 妈妈的动作就显得格外的紧张 妈妈看着我 语气中充满了讶异 小叔 你看得见 门外 爸爸也听到了妈妈的话 他更加急切地拍打着门 小叔 你既然看得见 就快点给爸爸来开门 我低着头 看着保险单上的内容 那上面赫然写着的 是妈妈的名字 这一份保险单的受益人 以前是写的爸爸的名字 我拿着保险单 看着妈妈 不可置信 妈妈 原来想要害死我的人 一直是你 妈妈的脸色十分地悲伤 她没有被拆穿得紧张 只是看着我 小叔 你怎么会这样 想妈妈 从小妈妈 对你不好吗 妈妈把你当成 是自己的命一样 去对待 你怎么能怀疑妈妈 当成命一样 去对待 我的脑海里 不由地想起了 刚才在楼上的时候 妈妈就站在不远处 看着我摔倒的样子 心里一阵冷战 我摇了摇头 妈妈 我其实能在黑夜里 看得清楚一些东西 比如刚才在楼上 我看见你故意让我摔倒 我大声地喊着 妈妈的脸色更悲伤 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小叔 妈妈怎么可能是故意害你 妈妈自从知道了 这一份保单开始 就想到了会有今天的事情 所以妈妈故意给你设置困难锻炼你 是想万一哪天妈妈不在了 你可以能有自己生活的能力 妈妈的话刚说完 爸爸就在门外大声地喊 小叔 别信你妈妈的话 他是骗你的 妈妈看着我摇了摇头 小叔 你再仔细看看那份保单 上面的钢印 是不是歪歪斜斜的 我听着妈妈的话 仔细低头看了看 果然 这保险单乍一看没问题 可是仔细看 却能发现 这上面的字迹都是印歪了 并且 这保单只有第一页有字 后面全都是空白页 这明显是自己用打印机印的 然后随便编了个名字 糊弄我的 妈妈走上前 看着我 小叔 你爸爸已经走火入魔了 他为了能得到保险金 不惜陷害我 我有些纳闷 可是爸爸有上市公司在经营 还有两处别墅 我们家的条件一直都很好的 爸爸怎么会为了区区三百万害死我 妈妈文言 苦笑一声 公司都是你爷爷一手创建的 你爸爸在年轻时候就经常赌 那时候你爷爷还在世 可以约束他 可是等到你爷爷去世 将公司交给了沈管家打理 你爸爸就逐渐不满足每个月的那一点钱 去年就逼迫沈管家提前放弃了公司的主管权 这一年的时间 两家公司早就亏空了 什么 我震惊地看着妈妈 爷爷去世之前 害怕爸爸经验不足 所以去了财产公正处 将公司的主管权交给了沈叔叔 五年后才能由爸爸继承 可是这才第二年 沈叔叔忽然就告老还乡 提前主动放弃了公司的经营权 回乡下了 原来是因为爸爸忍不了了 妈妈看着我 公司在亏空 别墅也已经要抵押出去了 你爸爸除此之外 还欠下了许多的债 现在对于他来说 三百万是一笔巨款 小叔 你懂了吗 还有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听这个录音 妈妈拿出手机来 放出了一段录音给我听 里面是爸爸威胁沈叔叔 早点去主动放弃公司管理权的话 录音里 爸爸的语气十分的可恶 这和平日里对我关心有家的爸爸 完全不一样 小叔 以前妈妈不告诉你 是因为不想伤害你 不想破坏爸爸在你心中的地位 可现在 你爸爸居然将主意都打到了你的身上 妈妈实在是没办法了 妈妈说着话 流着泪看着我 我捂着嘴巴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原来 真是的爸爸 门外 爸爸的拍门声更大了 小叔 你不要相信你妈妈说的话 你妈妈都是骗你的 只是这句话明显是心虚了几分 我实在受不了了 大声喊着 爸爸 到了现在 你还骗我 保单 录音 都是证据 你甚至还逼走了沈叔叔 沈叔叔对我们家那么好 你怎么能为了钱什么都不顾 沈叔叔 是年轻时候 就和爷爷一起打拼的人 他深得爷爷的信任 要不然 爷爷也不会去世之前 放心将公司交给他 记忆里那样和蔼可亲的爸爸 居然为了金钱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 爸爸的拍门声忽然停下了 半晌 门外传来爸爸的声音 真是麻烦哪 居然被你知道了 我整个人如同坠入冰窖一般 明明那就是爸爸的声音 可是这样的让我不寒而栗 妈妈急忙过来抱住了我 大声道 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小叔的 你现在最好赶紧离开 要不然我报警了 妈妈虽然大声地说着话 可是我却听到了 他声音中的惊恐 门外传来了哐郎的声音 像是某种工具掉落在地上 发出的碰撞声 寂静的夜晚 这样的声音更让人觉得害怕了 爸爸到底想干什么 正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爸爸吃笑的声音 呵呵 你报警 你敢吗 爸爸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看向妈妈 却在妈妈的眼里看到了一丝心虚 爸爸继续说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把戏 你不就是想要我分一半的保险金给你吗 小叔 你不信我 可是你也不能信你妈妈 你妈妈把你带走 就是为了以你为要挟 想让我分她一半保险金 因为她已经在外面有了小白脸 她想拿着钱和小白脸私奔 什么 我转头不可置信地看着妈妈 妈妈咬着牙 我没有 你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 门外 爸爸轻蔑地笑着 你还嘴硬 你今晚刚从酒吧回来 即便是换下来的衣服 估计也还没藏好吧 我听到爸爸说的话 下意识地走向门口的脏衣筐里翻看 果然 最底下藏着妈妈回来时候换下来的衣服 亮片抹胸紧身裙 红色的漆皮高跟鞋 还有那香水味 原来妈妈是去了酒吧 她回家就换好衣服 是怕我摸到她穿的这些衣服 对她产生怀疑 我后退了两步 惊恐地看着妈妈 妈妈哭着 小叔真的不是那样的 你爸爸是在污蔑我 妈妈只是去酒吧卖酒 想多赚点钱 但你离得这里远远的 门外 爸爸耻笑一声 污蔑你 你可能不知道 那个小白脸是我顾的人吧 小叔 你听这个录音你就知道了 门外 响起了一阵录音声 等我弄到了钱 我们就一起离开 怎么也得分个一百五十万呢 咱们俩足够了 加上我手里还有点钱 女儿 就是个累赘 要不是知道她能换钱 我才不想管她 我也不想 但她单独出来 可是最近我发现 我老公已经开始打女儿保险金的主意了 我再不出手 怕被老公劫足先登了 到时候一分钱都分不到 是妈妈的声音 爸爸放完了录音 拍着门道 小叔 你听到了吧 你妈妈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我惊恐地看着妈妈 难过 伤心 愤怒 各种情绪柔合在一起 妈妈 为什么 我在你眼里 就是个累赘吗 我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妈妈没有说话 只是不住地流着泪看着我 她从旁边的包里 拿了一份宝单出来 递给我 我看了看 是妈妈的人身意外嫌宝单 而受益人居然是我 我惊呆了 抬头看着妈妈 妈妈擦着眼泪 那个人 我早就知道 是你爸爸派来试探我的 我只是和他周旋而已 小叔 妈妈知道 你爸爸肯定不会放过我 所以才会买了这份保险 就算是妈妈死了 以后保险金 也能保你下半辈子生活无余了 我听着妈妈的话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 对不起妈妈 我不该怀疑你的 妈妈擦着眼泪 小叔 妈妈不怪你 正在这时 外面的拍门声音更大了 爸爸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你们别以为你们能跑 我的女儿 我今天一定要带走 臭娘吗 你以为这扇门能挡住老子 下一瞬 电锯的声音传来 爸爸居然带了电锯来锯门 妈妈吓坏了 紧紧地抱着我 不敢动弹 我急忙到 妈妈 快去把电闸拉下来 咱们躲起来 然后趁着爸爸不注意的时候 跑出去 妈妈紧张地点点头 去拉下了电闸来 屋子里瞬间一片漆黑 妈妈拉着我 快速地跑到楼上去 楼下的门也应声被锯开了 我和妈妈藏在楼上的小房间里 把门锁好 然后躲在门后 紧张地满头大汗 爸爸已经走了进来 黑夜里 耳边只剩下爸爸的皮鞋 踩在地板上的踏踏声 我害怕地闭上了眼睛 黑暗里 爸爸吹起了口哨 这口哨很熟悉 以前爸爸经常带着我出去玩 会吹口哨逗我笑 如今 一样的旋律 在黑夜里 却显得十分的诡异 小叔 出来吧 爸爸会对你很好的 小叔啊 你还记得吗 以前爸爸一吹口哨 你就很开心的 怎么现在不笑了呢 小叔 不听话的孩子 可是要受到惩罚的 我平住了呼吸 不敢动弹 爸爸就算是弄出了再大的声响 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里是一处非常破旧的老小区 居住的人本来就少 还都是一些年迈的老人 听不听得到动静不说 就算是听到了一样的响动 他们也不会出来查看 我悄悄地看了一眼妈妈 用口型笔划着 手机给我 我想用短信报警 正在这时 外面的脚步声忽然停住了 半嗓 都没有声音 小叔 原来你在这里啊 恶魔一样的声音传来 我慢慢地抬头看去 爸爸站在门外 头悬在门框上面的窗户缝隙里 就这样面带着笑意看着我 我感觉浑身的血液 都一瞬间凝固了 不受控制地自己尖叫了一声 然后瞬间夺门而出 拉着妈妈的手 就往外跑 爸爸现在就是个恶魔 真的太可怕了 一定要跑出去 跑出去报警 要不然 我可能今天真的会死在爸爸的手上 长长的走廊上 我牵着妈妈的手往前跑 爸爸在身后不紧不慢地追赶 我转头看去 隐约之中能看见爸爸一边走着 一边拎着手里的榔头 敲打着墙壁 那么重的榔头 在爸爸的手里 如同一根木枝一般轻松 爸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小叔 你跑不掉的 我们妇女一场 你就当是帮爸爸一次 爸爸下辈子 做牛做马都爆打你 怎么样 我听着爸爸 如同幽冥一般的声音 脚底下跑得更快了 拐脚处 因为跑得太着急 一下子和妈妈 紧紧拉着的手松开了 妈妈 我急忙想回身去 拉起来摔倒在地的妈妈 爸爸的身影 却很快追上 我顾不得其他 只能继续往前跑 爬上了阁楼 然后降门死死地锁住 阁楼有一个小楼梯 一直通往一楼 只要我悄悄地下去 就可以逃出去这间房子 不让爸爸得逞 我是这样计划的 然后很快 楼下传来了妈妈 痛苦的哀嚎声 我心下一紧 急忙起身 通过阁楼门上的玻璃 往外看去 楼下 爸爸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手电筒 妈妈跪在地上 爸爸拿脚踩着妈妈的脖子 不让他动弹 妈妈的脖子已经红了 被踩在地上 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我惊恐地捂住了嘴巴 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 爸爸一脚踩着妈妈的脖子 一手扬起 狠狠地打在了妈妈的脸上 小叔 你还不出来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你妈妈被我打死吗 妈妈痛苦地喊着 小叔 你不要出来 快点跑 不要管妈妈 妈妈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即便是这样 妈妈仍然在喊着 让我快跑 我从阁楼的小楼梯 轻手轻脚地跑了下去 正想从大门口的地方跑掉 却从楼梯的缝隙里 看到了妈妈的方向 他虽然跪在地上 上半身贴着地面 可是脸上却神情自若 不像是痛苦的样子 但偏偏这个时候 他却还假装像是正在被打一样的 发出哀嚎声 我一瞬间明白了一件事情 妈妈是在引我出去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 我的身子就不住地颤抖 爸爸和妈妈原来是一伙的 似乎是为了印证我的猜想 这边 爸爸忽然松开了自己的脚 不懈道 省点力气吧 小叔估计已经吓晕了 妈妈听见爸爸的话 也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打着自己身上的尘土 你怎么知道他会吓晕 万一跑了 咱们可就都白忙活了 爸爸笑了笑 这么多年 我每个月都会给他 吃抗拒黑暗的特殊药物 现在他即便是能看见 让他在黑暗的环境中待上一阵 他也会崩溃的 妈妈摇了摇头 虎毒不食子 你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 真的下狠手啊 爸爸不懈道 你不也是 咱们俩可是最开始打算好了的一起行动 如果不是你为了自己独吞这一笔钱 把小叔带出来 我也没必要这么快暴露自己 妈妈撇嘴 你好意思说是 我先动手 我们俩明明是约定好了的 我负责平时给他制造困难 最好是把他弄得经常摔伤 在他的身边人和邻居里造成一种他眼睛不好 以后一旦出了意外 那也就只能是意外的感觉 爸爸听着话 不满意道 你只是在家里做做样子就行 我呢 我可是要天天陪着他出去玩 营造好爸爸的人设 我更累 听着两人的话 我的眼神逐渐趋于平静 妈妈很不满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给我买了人身意外险 我知道你肯定是要动手了 因为连我你都要算在内 我不得不先动手 爸爸没想到 妈妈知道了他的事情 有些恼羞成怒 你居然调查我 妈妈哼了一声 我不调查你 我怎么知道你想害死我 不过你也别多想了 我已经把你的保险单 受益人给改了名字了 你就算是杀了我 也没用 现在倒不如我们一起合作 先把小叔的保险金拿到手 到时候我们平分就行 谁也不欠谁的 爸爸虽然不满 但还是点了头 好 说着话 提着榔头往楼上走 我可爱的女儿 爸爸来了 他拿手机的手电筒罩着 一步步地往上走 我就站在楼梯上黑暗的角落里 看着爸爸一步步地往上走 爸爸的手电筒也看见了我 他脸色一喜 小叔 原来你在这里啊 啊 下一瞬 爸爸的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到脚背上传来一阵剧痛 慌乱中 他的手机掉落在楼梯的缝隙中 滚了下去 那是一只捕鼠家 我做了点小小的改造 现在的这个捕鼠家 比之前的更锋利了一些 妈妈也听到了声音 急忙跑了过来 就看见爸爸鲜血淋漓的脚 妈妈害怕地捂住了嘴巴 我慢慢地往下走了几步 爸爸 这个捕鼠家 你还是不要挣扎得好 因为越挣扎 就会越紧 并且这个捕鼠家被我改造之后 比一般的捕鼠家 多了两层的锯齿 是真的更难挣脱了呢 听着我轻松的语气 爸爸妈妈的脸色都变了 爸爸一边忍着剧痛 一边咬紧牙关 恶狠狠地看着我 你是故意的 小叔 你都知道些什么 知道些什么 我轻笑一声 慢慢地走下了楼梯 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大概是从那一次绑架案之后吧 那是我小学时期的噩梦 从小生活在优渥的家庭里 爸爸妈妈和爷爷都很疼爱我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但是每次我将优秀的成绩单 递给爷爷看的时候 爷爷都是会先夸奖我 给我一笔不少的零用钱 然后就会自言自语地哀叹 如果是个孙子该多好 呵呵 孙子 后来我才知道 爷爷居然私底下在派人寻找 合适的女人给爸爸 希望给他生个孙子出来 如果真的生下了孙子 那我一定就没有宠爱了 我留了个心眼 每次都悄悄地跟踪爸爸的行程 然后匿名发给妈妈 妈妈去捉奸 自然这件事情就成不了 爷爷在外是个得高望重的长辈 他一辈子了 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誉 所以他不可能逼着爸爸妈妈离婚 所以他即使不喜欢我 也会做足了面子 我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可是没想到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被绑架了 起初 我被蒙着眼睛 每天和那个变态男人共处一室 他会给我喂饭 喂水 还会给我喂切好的水果 酸奶 但他也会带我去上厕所 帮我擦干净 我从最开始的抗拒和羞耻 到最后的麻木 我无数次的期盼 我的爸爸妈妈会来救我 可是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并没有人来救我 那个变态 每天与我同时睡觉 同时起床 一起洗漱 一起洗澡 还会每天给我讲故事 他没有伤害我 可是我却还是很害怕 终于有一天 他摘下了一直给我戴着的眼罩 我以为我终于要被放出去了 可是迎接我的 却是模糊的世界 便太难告诉我 我的视力已经是不可能恢复的了 白天看东西模糊 晚上会彻底看不见 但是没关系 我会保护你 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着 他开始教我盲文 用手触摸 帮我补课 甚至于教我一些外语 我彻底地疯了 我成了瞎子了 我才十岁 我就变成了瞎子 我这辈子都毁掉了 我开始绝食 可变态男并不害怕 他给我注射营养剂 保证我能活下去 最后 我彻底地受不了了 我求他饶了我 求他放了我 我看向面前的爸爸妈妈 笑着道 你们知道吗 他为什么会放了我 爸爸妈妈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我淡淡道 因为他告诉我 他付给你们的钱 只足够 这几个月的 马上时间到了 就要把我放走了 爸爸妈妈的脸色 已经变得惨白 妈妈惊恐地捂着嘴巴 小叔 你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我笑笑 当然了 我在那时候就知道了 知道了自己 为什么会被绑架 只因为爸爸当时 挪用了公司的公款去赌 输掉了之后 补不上亏空 如果被爷爷发现的话 肯定会打死他 而那时候 妈妈刚好投资的美容院 也亏本了 欠下了很多钱 当时 有个神秘人联系他们 说是 只要肯将我送给神秘人三个月 就可以把两人的钱全都补上 爸爸妈妈答应了 在他们看来 那时候的我 只有十岁 虽然我从小就长得可爱 可是没人会对十岁的小女孩下手 爸爸的原话是 即使被奈啥了也没事 他只有十岁 长大后肯定记不得了 女孩子嘛 早晚都是要和男人睡觉的 说不定长大后 随便就把第一次交给穷小子了 现在能卖这么多钱 也值了 这是变态给我听的录音 那里面是爸爸的声音 这段话 彻底地颠覆了我对爸爸的认知 原来 在爸爸的眼中 我只是个可以随便买卖的货物而已 妈妈哭喊着 小叔 这都是你爸爸的主意 妈妈是不想的呀 妈妈想救你的 但是你也知道 妈妈在家里人为言轻 我笑了笑 是吗 那时候 拿着钱去填补美容院亏空的时候 你也是像现在这样难过的吗 妈妈的哭声 忽然戛然而止 爸爸忍着剧痛 你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你还要忍这么久 你的眼睛 其实早就能看见对不对 你这个孩子 小小年纪却心机这么深 居然还报复爸爸妈妈 我轻笑一声 如果我不忍这么久 怎么能等到今天这个机会呢 我起身 看着周围 你以为你 为什么会刚好找到这么一个 符合你心意的房子 你觉得 为什么我会对这里这么熟悉 那不暑假 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妈妈听着我的话 脸色逐渐地害怕起来 一切 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我笑着点点头 帮你找好房子 和你一起来到这里 布置好一切之后 就可以看你们俩表演了 不得不说 游戏就是要人多了 才好玩啊 妈妈吓得脸色煞白 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 可是下一瞬 她就像是双腿 忽然失去了力气一样 摔倒在了地上 她几次想再次爬起来 都根本动弹不了 我咯咯地笑着 走到了妈妈的身边去 我给你喝的咖啡礼 放了点能让你四肢无力的东西哦 妈妈咬着牙恨恨地看着我 你 你居然敢害自己的妈妈 你不得好死 我笑了笑 我本来也没打算活着 今天把你们弄到了这里来 其实就是想 我们一家三口死在一起呢 反正我的人生已经毁了 我从知道被绑架真相的时候 我就想死了 如果我还是以前那个懦弱 不安事事的我 可能没胆子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多亏了你们 高价把我卖给一个变态 我和变态朝夕相处了三个月呢 我已经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被变态难放了之后 我心中才有了虐杀的倾向 不单单是虐杀 更想做的是玩弄别人 看着别人屈服于自己 跪地求饶的样子 我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我看着地上的爸爸妈妈 将准备好的汽油拿出来 倒在了地上 多亏了你们 把自己的女儿亲手变成了一个变态 今日的结果 也正是你们一手促成的 看着我真的开始淋汽油 爸爸的眼神明显害怕了 小叔 小叔你别冲动 爸爸不害你了 爸爸再也不敢了 你饶了爸爸一命吧 我笑了笑 爸爸 你知足吧 起码你死之前 已经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该死 哎 爷一死的时候 因为时间太紧迫 都没能知道我 为什么要弄死他 爸爸妈妈的眼神明显地变了 两人像是看魔鬼一样地看着我 那眼神里有着惧怕 还有震惊 天哪 就是这样的眼神 我真的太爱了 看着自己的猎物害怕又惊讶 却只能等死的样子 还有比这个更刺激的吗 我蹲下了身子 眼神单纯地看着爸爸 你们以为爷爷为什么会给我买保险呢 为什么会再买了保险 不久就忽然去世了呢 爸爸惊恐地看着我 是你 是你 我笑着点点头 本来 我也不想弄死他的 他就算是喜欢孙子 也是一直催促爸爸妈妈 和我没关系 只是 我被变态放回家之后 我心里知道 爸爸妈妈不再可信 所以 我想寻求爷爷的帮忙 我故意挑了一天 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 准备去找爷爷和他说清楚一切 可是我刚要进去爷爷的书房的时候 却听见里面传来的说话声 什么 小叔是他们俩夫妻卖给别人的 绑架案也是一手策划的 是爷爷的声音 是的 老爷 要不要派人去查一下 是沈叔叔的声音 爷爷却说 不用了 如果真的调查起来 万一被警方发现的话 我们家的名声谁来保全 虽然小叔他爸爸很不争气 但是也总好过 有个坐牢的儿子好 再说了 小叔年纪小 现在回来没事就好 眼睛的方面 我也会找可靠的医生给他治疗 对了 我记得你儿子就是这方面很厉害的医生 等他回国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记住 这件事一定不能让小叔知道 后面爷爷和沈叔叔还说了什么 我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自己的房间的了 我躲在被子里 哭得停不下来 爸爸妈妈为了钱 把我卖给变态 而爷爷 他明知道这件事 却选择了隐瞒 原来 我所以为的完美幸福的生活 全都是我以为 最可怕的是 从那天开始 我开始变得思维极端 生活里 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的乖巧听话 在人看不见的地方 我制造意外 让在学校嘲笑我看不见的同学 摔断胳膊 故意将对爸爸有好感的妈妈的闺蜜阿姨 带回家里 然后匿名通知妈妈回来捉奸 看着他们撕逼狼狈不堪的样子 真好玩啊 后来 那个变态开始给我写信 我也给他回信 我们成了一周通信两次的笔友 对比起爸爸妈妈和爷爷的虚伪 我觉得 变态起码对我好 并且还会关心我的生活动向 就算是我跟他说自己怎么报复了同学 变态也赞赏了我 他支持我的一切行动 甚至怕我应付不来 还给我转钱 帮我出主意 我们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密集 我不再觉得他是个变态 反而觉得他是我的挚友 后来 我提出了要见面的想法 他却拒绝了 他说不可能跟我见面 我没有在意 我觉得是时间的问题 我开始表现出 我想报复爷爷和爸妈的想法 他帮我出了主意 帮我计划 我在爷爷面前故意摔倒 摔伤 又经常提起 爸爸经营不善 耳根子软 投资失败的例子 果然 爷爷开始着手给我买保险 他在喝我给他加料的 深茶的那段时间内 身体越来越差 他开始担心 自己死之后 爸爸会很快将公司败光 到那时候 爸爸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而我 眼睛看不见 发生意外也是合理的 买了保险之后 爸爸还能得到一笔保障金 爷爷最终还是买了保险 他告诉我 小叔啊 爷爷不是想你死 而是为了整个家族着想 我乖巧地点头 然后第二天 看着他因为毒发躺在床上 挣扎着想 像我求生的样子 拿出手机来拍了照 照片和信件一起寄给了他 信中 我写道 下一个就是爸爸妈妈了 好兴奋 怎么办 他给我回信 说还会继续帮助我 疯子 你就是个疯子 你就是个疯子 爸爸不住地后退 拖着他已经被捕 暑家夹到鲜血淋漓的腿 我站直了身子 哎 最可惜的就是一家人不能死在一起 我现在有点后悔 当时先让爷爷死了呢 我拿出了打火机来 直接点燃了旁边的窗帘 被浇了汽油的窗帘 瞬间被点燃 然后火苗开始快速地蔓延 这罪恶的一声啊 该结束了 我笑着坐在了沙发上 闭上了眼睛 正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小叔 我有些哑然地睁开了眼睛 一片火光里 沈周尹冲了进来 他一把将我拉起来 往外跑 我很惊讶 你怎么会在这里 沈周尹 就是沈叔叔的儿子 那个一直在国外念书 后来回国当了医生的人 如果不是他一直尽心尽力给我治疗 我的眼睛不会好得这么快 沈周尹咬着牙 现在不说这些了 快跟我出去 这时候 火势已经很大了 头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 一处老旧的楼梯被烧断 直接掉了下来 小心 我立刻推开了沈周尹 然后感觉背上被狠狠地砸了一下 直接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眼前已经是一片白色 刺鼻的消毒水味道传来 我动了动手指头 一旁的沈周尹发现了 急忙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小叔 你醒了 我点点头 我怎么会在这里 沈周尹关心地看着我 你为了救我 自己被砸晕了 已经昏迷一周了 幸好现在醒来了 你爸爸妈妈想害你骗保险的事情 警方已经调查清楚了 他们俩是自食恶果 你怎么这么傻 你要和他们一起死 他们不值得 我落了泪 我没办法 爷爷死了 爸爸妈妈想害我 我在这世上 没有一个亲人了 我不如死了算了 沈周尹握住了我的手 你还有我呀 我看着他 你 沈周尹笑着看着我 小叔 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你 可是我知道 我配不上你 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可以吗 我没想到 沈周尹会对我表白 记忆里 他是个邻居家的孩子 学习好 是个学霸 而且年纪轻轻 就是主治医师 前途无量 并且 他人长得帅 脾气温柔 我点了点头 沈周尹一把将我抱住 太好了 小叔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很好的 我的眼神落在窗外的景色里 有些心不在焉 一个月后 我出院了 顺理成章地搬去 和沈周尹一起住 只是在这段时间里 我没有继续和那个 他通信了 因为我不敢 我在信里说的是 完成最后一桩复仇计划 我也会去死 可是现在 我身边有沈周尹这样的完美男友 我舍不得了 或许 我能变回正常人呢 半年后 沈周尹对我求婚了 在我们的心房 他准备了鲜花和红酒 还有闪闪发光的大戒指 他单膝跪地 举着戒指 对我说着情话 我坐在椅子上 看着面前帅气温柔的沈周尹 忽然痴笑一声 沈周尹明显愣了一下 他看着我 小叔 你是不是怀疑我对你的心意 我轻笑一声 伸手撑着自己的额头 笑着看着沈周尹 沈周尹 你比当时教我认盲闻的时候 真的温柔了很多 一瞬间 我看见沈周尹的脸色 从最初的满眼期盼 到现在的豁然 他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将戒指随手扔在了桌子上 拉了一把椅子 来在我的面前坐下 一双好看的星眸看着我 小叔 你是聪明的 我早该知道 只是我好奇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怀疑我的 沈周尹一副好奇的样子 看着我 我笑了笑 大概是从 我在医院的时候 遇到你开始吧 沈周尹的眼神里 划过一丝亚然 显然 他没想到 我会那么早发现 因为 那是我们两人的 第一次见面 以前 我对沈周尹的印象 只有这个名字 还有他学霸的人设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是我去医院里看医生 那时候 我正在酝酿最终的复仇计划 是沈叔叔告诉我 你回来了 并且告诉我 你就职的医院地址 我去了地方 见到你的第一时间 我就知道 你就是那个他 那个曾经在我小学三年级 就控制我 毁掉我的视力 并且还与我夜夜 同床共枕的变态 你还记得吗 我和你写信的时候 约你见面 你说不行 我回复你的事 如果我们相见 在人群中 我会一眼认出你来 沈周尹微微笑了 唇角翘起来 原来 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暴露了呀 他没有恼羞成怒 没有紧张尴尬 只是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我的小叔这么聪明 我更舍不得你了 怎么办 他说着话 慢慢地想凑过来拥抱我 我没有躲避他的拥抱 只是伸手 玩着自己的头发 你想杀了我吗 沈周尹摇摇头 小叔 我是真心实意 想和你结婚的 即便我们之间相差了八岁 但我们其实是一类人 我笑了笑 眼神直直地看着他 我本来和你不是一类人 是你强行改变了我 都人生轨迹 让我从一个正常人 变成了一个 像你一样的变态 我站起了身子来 看着他 你早就盯上我了吧 在很早以前 要不然的话 你不会那么精准地 知道我家里需要钱 并且会及时出手 你这样的变态 喜欢将单纯正常的人 看成是你的猎物 不得不说 你成功了 你改变了我 如你所愿 我成为了 比你还要变态的变态 沈周尹拍了拍手 说得好 小叔 你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你超出常人的聪明 所以 我们更应该结婚了 这样才能生下 一个集合你我聪明的宝宝 那将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品啊 沈周尹说着话 眼神里流露出向往 我轻笑一声 摇摇头道 抱歉 你想和我生孩子 我不想 我不想和一个 蠢笨如猪一样的人生孩子 沈周尹似乎是被触怒了 你说我蠢笨如猪 我耸耸肩 点头道 难道不是吗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和你通信 是真的感激你 觉得你关心我吧 沈周尹的脸色变了 我继续笑着道 要多谢你对我的恶行 我眼睛看不见 所以那段时间锻炼的听觉和嗅觉 格外的敏锐 我回家之后 你经常跟踪我 每一次我都知道 所以我故意每天 在家门口的信箱处停留 假装找有没有自己的信 果然 一周的时间 你就给我写信了 你问我过得如何 我起初表现出了反感 迫使你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我想报仇 但我不会那么傻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资本 我在和你的回信里 说我想复仇 制定了很多变态的计划 并且和你分享 我怎么收拾那些嘲笑我的人 还有当初害我的爸爸妈妈 我知道 你很喜欢听这些 沈周尹的眼神 直直地盯着我 我继续说 听到我说的那些变态的计划 你觉得你成功了 你成功地将一个十岁的孩子 变成了变态 你越来越激动 跟我的通信 也越来越密切 你帮我找制换计 帮我制定计划 还给我钱花 哈哈哈哈 我笑得停不下来 沈周尹攥挣起了双手 原来 你早就知道 我耸肩 点点头 直到十八岁那年 我开始执行计划 杀了那个老不死的 又开始准备复仇我的父母 你还记得吗 我跟你写信说 我虽然白天看得轻一点点 可是晚上看不见 这样我没办法监视我的爸爸妈妈 就是那个时候 你忽然回来了 沈叔叔叫我去你工作的医院找你 你给我吃了药 我的眼睛在晚上忽然就看得见了 我笑着看着沈周尹摇头 沈周尹 你太想看我亲手复仇我爸妈了 所以你太着急了 我这边刚求助那个他 你就现实生活里出来帮我 并且药物是真的有用的 你说我能不怀疑吗 沈周尹顿了顿 叹口气道 小叔 你是聪明的 我轻松地笑了笑 我知道你在我身上装了窃听器 也知道你肯定舍不得我死 所以我才会淋汽油啊 你知道我想寻死 肯定会不顾一切冲进来救我的 对不对 沈周尹的眼神 迸发出一股强烈变态的快感 没错 我当然会救你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作品 包括和你求婚 生孩子 我如果能时时刻刻地和你在一起 那就能一辈子欣赏你这个作品 你懂了吗 我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沈周尹本来胜券在握的样子 忽然就有些动摇 小叔 你为什么笑 我无奈地摇摇头 叹口气 故意提示你 给我写信 在信里 说你喜欢听的 让你告诉我真相 并且提供资源帮我复仇 最后解救我 帮我完成最后一部 沈周尹 你知道什么叫表演型人格吗 沈周尹的脸色变了变 他不可能不知道 我直直地看着他 我是表演型人格 我最喜欢的就是自己表演的时候 有观众在看 沈周尹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当你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 我默默地看着你计划这一切 帮我完成这一切 沈周尹 你何尝不是我最完美的作品呢 我看着沈周尹眼神里的光 一点点地暗淡下去 没有丝毫地留恋 拿起包转身离开 下了楼 我在小区超市买了一瓶水 刚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就听见有人指着楼上大喊 不好了 有人要跳楼了 我抬眼看去 一抹黑色的身影 站在天台的边缘 黑色呀 是沈周尹最爱的颜色 砰 黑色的恶魔滑落 周围一阵尖叫声传来 我知道 击溃她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她发现 她不是从头到尾的主导者 眼前似乎又出现了曾经的画面 十岁的小女孩睁大双眼 却什么都看不清 眼前模糊一片 我 我瞎了吗 没关系 我会保护你的 我那时候才明白 沈周尹所谓的保护 是亲手弄瞎我 再给我递来一根拐杖 可是恶魔的保护 真的比虐杀更加残忍啊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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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